大家好,我是Peter,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NFT的每个人一起赚 今天是礼拜五晚上8点42 这2022年4月15号 我们今天带大家来看市场上 我之前跟大家讲过重要的这个板块 我就土地板块 土地板块这两个项目 我们之前跟大家讲过 这边重新再跟大家稍微再review一下 第一个就是Webland 第二就是RK 这两个都是重要的 我们来跟大家看看 顺便跟大家分析一下后面的筹码 你就知道有什么有趣的事情发生 首先是要请带来我的推特 大家知道推特重要的第一次推特 第二次是Discord 第三次是YouTube 推特我们这边现在在办一个活动 就是四个小时之前 我们这边讲说Pit Friends OG Spot Giveaway 大家来这边留言 请大家来订阅Peter 然后再加入我们的Discord 顺便你要retweet跟like 然后再转发 我讲说把值得知道改变医生的消息 跟你的好朋友分享 你大家知道OG有什么好处 我今天跟大家分享OG有什么好处 我说如果你可以拿到OG有什么好处 OG有什么好处 OG第一个很酷 第二个长 然后把名单 第三个特别的频道可以聊天 第四个全部都可以 那什么 这边我就问大家 大家喜欢什么RO 大部分都喜欢OG好吧 大家喜欢OG 我们就来办OG活动 一般OG社群百分比是多少 有人觉得说要5% 有人说1% 那OG怎么取得 我开玩笑说到黄大县拜拜 到龙山寺拜拜 早起 然后早起的鸟儿又从吃随机发放 我通常是凌晨4点钟发放我们的OG 那早起的鸟儿被鸟吃 所以就不要理 到下午 睡到下午就可以了 你看我们这个朋友蛮妙的 你看去黄沙先 然后向着龙山寺的方向 找只鸟捏着自己的毛毛虫拜拜 不错可以 那我觉得这个大家都在这边 一些很有趣的回应 最初有幸回复最快的5个之一还好 这个我们Weasley 最早Weasley是我们的OG 最早 应该就我们OG的 这个channel里面 我们OG的channel里面 有一些朋友 我会另外在OG里面 让大家抽白名单 那OG的朋友很容易就抽白名单 因为我白名单给了很多 那我觉得OG的朋友 是对我很大的支持 我最早刚开始 没有什么朋友 好多OG的朋友 在半夜还在我们的项目里面 在我们community里面 跟我们支持 跟我们聊天 那跟我分享很多有趣的消息 所以这OG的朋友 我们要好好照顾大家 请大家也是一样 来这个转发这个推特好不好 这个推特我们到时候 看里面大家的回应 回复各方面 做得不错的话 我们就从里面 我们就给出很棒的OG的角色 另外 我们的YouTube都更一届 不是财务分析 不是财务建议 我不是要顾问 做到自己的风险控管 好不好 做到自己研究 我们昨天 凌晨我在这边 Meta Kegas 我这边捞底了几支 然后下午刚才跟大家讲说 Nooks马上交面 然后还有 Vilos也马上交面 这个大家不要错过 这个一定要记得 重要的 那我们还要看市场 我们刚才讲 昨天4月14号市场还不错 有7000万 我希望今天有办法 占7000万以上 这是重要的 再来我们的人数 4月14号人数 在3万2000多人买家 3万3000多人卖家 我希望我们不要掉到 这个3万以下 持续在这边盘整OK 我希望这边有办法往上走 另外我们看到 Flip Finance Flip Finance 这边Number of Listings 有一点drop 但是你看这两个 其实在高位没问题 我希望这个地方 绿色有办法 不要在这边排盘盘 不要往下掉 往上走OK 没问题 价格一直持续的 有些项目价格回调之外 我觉得量现在稍微缩了一下 你看无聊好 Mutant Clone X 下面量没有上去 没有上去的话 有机会就是市场会回挡 Enfer回了8% 所以大家要知道 有量的时候一定要做什么 有量的时候一定要出货 没有量的时候干嘛 没有量的时候才是进场 你看这Garden Cap 最早这边找到9个Eat 现在回到6 所以大家知道 有量的时候就是要出货 Cybercoin到我将近5个Eat了 这没Cover之前 涨到7个Eat 这边又回了 顺便跟大家看一下 之前跟大家讲说 这个Apps Coin不要追 我跟大家讲13不要追 等它回 回到大概12.05左右 12.05左右 这边会做一个WD 现在这边做WD 我觉得这边重要的 我看这边会往上走 这边不走 往上走 有机会往下 我之前是跟大家讲 我之前是跟大家讲说 我认为这边有机会 这边做一个WD 我跟大家讲说 这边是有一条线 然后我跟大家讲说 从这边上去 最早讲在这里 然后我们这边突破的时候 跟大家讲 我突破的时候会回挡 我跟大家讲 这边会做一个WD 你看他现在做一个WD 我原本预期这个D 会比前面 我预期这里会比这边低 但是看起来暂时没有 所以我不确定这个东西 在这个地方 他会往上走呢 还是会这样往上呢 我不晓得 所以这个地方 还是要稍微看一下 大家捞底的时候 稍微可以等一下 所以他其实在这个地方 我们昨天video里面讲的时候 我在这个高点 我跟大脚比较去追 比较去追 他有机会回到12 所以现在正在回到12的左右 你看这个价格 当然12点多 你看这里均线 现在暂时是往下 你看15分钟 我们刚才另外一个 是看一个小时 那你看这个地方 似乎在这边做一个WD 我不晓得他这个 有没有机会 从这里往上走 如果大家来到 大家看这个 对 不应该是这样 这条吧 其实我会画 我会画这里 我记得会画这里 所以你看吧 我会画这个高点这里 所以他其实下来的时候 他是一定会跌破这里 他现在做这个WD 这WD完成之后 看他有没有办法我上走 那就是这样子 这里的时候 他不见得上去 他上去再一次 然后回档 然后再上去 这边有一个压力区 有可能会这样子走 我们到时候看吧 再跟大家讲 这个Duovers Duovers 我们之前有白名单 我们这白名单 求给大家 他是在15号12点钟 12点 所以15号ESP 12点钟 就是亚洲时间 16号的凌晨 所以大概在几个小时 就要命了 他这边刚刚讲说 我们这个有派给好 我们有发好多白名单 给我们的好朋友 大家有白名单的时候 不要忘记 他这个是presell 在几个小时 现在是晚上将近9点钟 10 11 12 再三个多少时 给他白名单 朋友一定要去命 这个项目我觉得还可以 不是一定要去命 等到白名单 朋友你要自己去看 要不要命自己决定 好不好 我没有办法告诉你要命 或是不要命 但是呢 如果大家觉得OK的话 你们自己看着办 因为我白名单 也已经争取回来 也发给大家了 要不要命 你们自己看着办 那我也要看着办 到时候 说不定我直播 说不定我这个实况一下 看大家实况给大家看 那今天跟大家讲 两个项目 第一个项目 就是WayWebland 我觉得重要的 你看他的推特 推特这边 推特这边跟他介绍过了 然后他现在有一个新闻 就是他会出什么 Ultima Alpha 他Multiple Game已经有了 他现在做什么 说一个Voice Chat 他可以在里面 有Voice Chat 另外他V2 他这边有In-Game Mining 还有什么Real-Time Competitive Play-to-On Game 他里面有其他游戏 另外呢 他有Sin-Renal Sin-Karnes Video Sharing System 他里面可以用YouTube Share 然后他里面可以有游戏 Apartment is the key part of the economy 你一定要Apartment 才可以里面玩 那我知道他里面似乎 他里面有几种不同的商店出来 我之前看到一个介绍 他说他里面可能会有不同的商店 但是你看他现在这边 他跟Kill's Girlfriend合作 另外他跟柠檬人合作 他这边之前办了Party 他甚至有做这个3D的 你看Reply to this 你看这蛮酷的 这个3D的 如果你有3D的一个Apartment 他可以显示3D的Apartment 这个项目我之前跟大家讲过 这项目大家就不要错过 这边其实是Free-to-Play的 你可以Play and Earn 是Free-to-Play 但是自己如果你有 里面有Apartment 当然是最棒 那我们现在来看到他的价格是1.59 1.599所以算1.6 你看4月13号 这边有一根 上去2.59 现在稍微是回档 所以我觉得这边是一个不错的机会 我们来看一下Campus Campus现在目前价格 你看他地板很厚吗 不厚 1.6 1.7 很像一下就上2亿 地板不厚一下就上2亿 他这边其实掉下来这里的地板 地板最低掉到1.2左右 怎么会掉0.4 这应该是Fatfinger吧 你看4月11号 大概是1亿多 4月17号这边稍微有稍微回档 他这边一只往上走之后 我觉得他是一些公布新消息 刚才我们看到的 然后他现在的低点到1.4 他现在的交易呢 交易的大概是1.5 1.4 就是小Department 那另外如果看到Mint 最早是0.069 之前跟大家讲过 这个项目最早是去年年底 11月底 Mint 那如果我们来看到Holder比例 你看Holder这个 Holder300多个 然后Blue Chips Hold250 PrincyHold175 Princy 然后Baby 另外这 FatfingerRenders Hold66 Princy 还是蛮多的人 蛮多大佬的 你看NetRivers Code23 这很多大佬 很多大佬 我们如果来看到 Cornian Cornian也是一样 你看他整个过去24小时 平均大概是1.7 量不是太多 但是过去7天的量将近有1000EED 这个项目我觉得现在有点受到低估 你看他之前就是1.2左右的低点 在3月底 甚至还有在一个EED 然后现在他应该出了一些消息 现在大概是1.4 1.5 1.6 我觉得他有一点点感觉要起飞了 这根大棒的棒很重要 我觉得这个400多的意思 这根很重要 这就他之前 你看这个4月12号 我们看到Twitter 他4月12号 4月12号13号的时候 他发出这个新闻 我记得12号他们打算是要发币 你看不同的币 还有小、medium、large、appointment、increase expansionary Floids 往上走 Floids 往上走 OK 这Macaron Subduck 跟PayPay Netrever Netrever 他好几只 Cybercon Cybercon 大佬 TGen Cybercon 大佬 Evex CryptoPunk 大佬 另外我们跟他讲RKLAN RKLAN 这个是重要的 这个绝对大家不要错过 今天我还看到Twitter 我今天看到Twitter Twitter里面讲说 他们有大佬来扫RKLAN 你看RKLAN现在138000多人 他们今天这两天的新闻就是 Siseki Siseki 你看他们帮Siseki做一只可以在里面走路 Siseki 每个Siseki都可以进来走 你看Dinklin just bought anotherLAN OI WebLAN 还有RK For total 243个亿 他买了一个Painhouse WOW Dinklin买了一个Painhouse 跟买了一个Mega 这个真的是太厉害了 我们就是这个Dinklin大佬 另外 Sharman 也跟RK现在合作 你看 Crippy Green Crippy Scream 这也跟RK合作 RK越来越多了 这边有一个活动 就是送给一个Free RKLAN Voxman Voxman这边也跟RK 有些 你看那边做一些RK的 Monkeyverse Monkeyverse Monkeyverse也来了 OK 你看Monkeyverse Incredibly excited JuringRKLAN 你看 Frozen Frozen LapPod OK 他弄了一个 冰的雪人的 XLodge雪人 你看RK在讲不懂 OK Noodles Nand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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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第二代 Nandles Nandles 是一个Stacky的游戏 Nandles 他也搞了两块地 Mondog OK Gradcraft OK 我们的机器人好朋友 Gradcraft 他们也搞了一块地 WOW Interesting Chill Bears Club I like you You are weird 这个我们之前知道了 我们看一下他们的分布Coder 先看他价格 价格之前回到 这整个价格最近在回 但我觉得这回是一个很好的事情 Campus在回 Campus数据比较慢 那你看这边19个小时 Campus 这边低点是0.6几 这就是在12号 现在大概是在0.7几 0.6几0.7几 被人家扫上去到0.9 我觉得这只要是跌通都是好机会 我在推特里面看到人家发出来 有人去扫了十几块RK LAND 就是这个大佬去扫 在当初Mint的时候低位是0.25 Holder比例 我给大家看 大家看Holder Holder像是67% Hold一个 第一个人是谁 还是Princy Princy125 然后这边7B67 他稍微卖了一点 然后Sambay Ray Sambay View 46 这D A O D 还有65 你看这个9D 11 1445 40 41 Stop playing 2828 Dingley 25 Dingley大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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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们来看到 Cornier Cornier这边底部 底下是0.92 所以其实没什么跌 你看过去24小时有170个E 还可以 我们来看他的价格 在最近的价格 之前 之前应该在这里Princy进来之后 目前为止大概是在这边 大家如果看到这个价格目前为止大概是低点在1点几 0.9几 我看看WOW BLEND 42 WOW BLEND 刚才我们蓝球指数没有特别讲 蓝球指数 WOW BLEND 主要后面是MUTAN Clone X 对EMFER 还有Artifact 然后Doodles 我们看一下RKWOW BLEND 的价格指数33% 30%以上其实很难 这其实MUTAN WOW BLEND Clone X Azuki Akukat都有 你看这边Princy 这是大佬 Dingley Princy 你看Princy 我们刚才Princy在这边也有 Princy是 Princy其实他后面一堆 Princy又有RKLAND 然后又有 这个 WOW BLEND 第二 Ascend Bayview 这是无聊猴大佬 这之前跟大家交过 Herry Liu 这是Bundley 队长 这是Animoca里面的大佬 WOW BLEND WOW BLEND 你看他有什么 无聊猴 Azuki 11只Azuki The Everlands 112只 然后RKLAND RK有41个 这是我们RKLAND大佬 XY FINANCE 大佬 Dingling Dingling 他刚才讲Twitter 他买了Mega 还有在买RKLAND RKLAND 他买的WOW BLEND 花了200多个亿 这是我们大佬 BARZEN BARZEN 这也是Cyber Broker 然后后面这个像是晚风 OK 这是大佬 另外SUSHIN 这是无聊猴 变种猴 无聊变种猴 Clone X 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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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次跟大家讲就是我们在市场上下一个META 其实一直是元宇宙跟这个D 这一波大家千万不要错过 当然我是跟大家讲说无聊猴之外 那我们的RK 我之前跟大家带过了 甚至更早WOW BLEND 我们也跟大家介绍过WOW BLEND 我们是透过WOW BLEND 整个生态去预测这个VER 预测RK整个D的生态以及它的价格走势 那我觉得这个都是这两次一个不错的一个参考 再来我们估计在无聊猴周年庆有机会 无聊猴周年庆应该是4月20几号 那离现在大概一个礼拜的时间点 如果无聊猴周年庆的时候 无聊猴决定把这个D drop下来 就是发D的时候 我觉得整个D的这个区块一定会引爆 一定会往上走 那最早我们讲的Sandbox跟Decentraland 这两个D的逻辑其实大家都知道 甚至NFTWorld这三个逻辑大家都很明白 那我觉得今天特别跟大家讲 WOW BLEND还有RK 这是因为这两个D就是可以所有的项目 可以接进去啊 项目接在这里面玩 我其实这个对大家来讲是一个不错的机会 你不要放过 如果你觉得我的video大概有价值 那很喜欢我的video啊 请订阅订阅订阅啊 就是还没有订阅的朋友 快订阅 然后把这个赞 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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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谢谢大家 Cheers 拜拜